这是B-1B枪骑兵 作为一款夹在B-52和B-2之间的轰炸机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它的处境开始变得有些尴尬 论维护费用性价比 它比同温层堡垒差了一大截 论突防能力又不如拥有隐身能力的B-2 虽说它和B-2这种妖艳贱惑不同 走的是帅气的低空突防路线 但是现代不是冷战 一味的高速突防很容易被如今各种防空导弹击落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枪骑兵又在多年的战争中超复合运转 许多飞机都存在严重的结构疲劳 可靠性是大大降低 资料显示B-1B轰炸机先后生产了100架 与其先进性能不相符的是 该机可靠性较差 不只是美国国防部 包括美国国会在内 都对B-1B轰炸机这34年来的服役表现 颇有微词 而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可靠性差 异物战机 维护保障耗尸程 费用高 主要作战模式为高速低空突防 对机体寿命损耗较大 弹射座椅存在设计问题 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安全弹射 只能执行常规空地打击任务等等 另外 备件不足的问题也导致该机出勤率较低 因此它被称为机库皇后 于是在2002年 美国空军决定将B-1B轰炸机数量缺减至65架 退役的大部分B-1B轰炸机 被封存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成为其他该型机的零件提供者 即便如此 这B-1B轰炸机的维护成本仍不断攀升 单架飞机每年维护成本高达千万美元 令美国空军不堪重负 结果就是美国空军更依赖B-52H战略轰炸机 执行常规作战任务 同时考虑将部分B-1B轰炸机退役 与此同时 美国空军新一代轰炸机正在研制 因此在B-21项目出现之后 作为美军轰炸机三架马车中的强机兵 反而成了最先被要求退役的战机 在2021年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 已退役17架B-1B轰炸机中的最后一架 剩下的45架飞机 等到B-21准备就绪也全部退役 正当人们还在为这款冷战猛兽的退场 而唏嘘不已的时候 一款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 让枪骑兵的未来出现了变化 它就是AGM-183A空射快速响应武器 原来美军为了减轻B-52轰炸机机队的负担 开始考虑用B-1B枪骑兵轰炸机 携带高超音速导弹 这波音公司给出的方案 是为该机安装负载适应模块化挂架 只要把这些挂架加装在B-1B机身的外部挂点上 就可以为其安装大型重型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但真想要实现还是有点困难的 原来枪骑兵在设计之初 那计划用于挂载核弹头的每个外挂点 已经因为美俄签署新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被冻结 不过扭转这种局面的工作并不算什么难事 美国空军已经开始对一个中队的B-1B轰炸机 进行现代化改装和外挂点激活 使其能够发射AGM-183A 该型导弹最初源自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 战术助推滑翔研发计划 走的是风险最小 技术最为稳妥的路线 即采用空射固体火箭助推的方式 发射无动力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按照设想 在其平台在到达一定高度和速度后 释放AGM-183A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 随即点火加速到4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 之后 导弹头部的整流罩脱落 其内部的高超音速滑翔战斗部与弹体分离 并按照预设的下滑弹道进行滑翔飞行 直到击中地面或者海面上的预定目标 只不过呀 就目前AGM-183A的几次试射进度来看 该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 这款导弹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多次失败 这导致原定于2023年入列的AGM-183A 并没有获得规划预算 2024年的美国国防预算中 也未见其被采购的身影 美国空军表示 未来仍有两次全系统测试的规划 两次试射后将会决定该导弹 能否留在2025的预算清单之中 眼见未来武器即将被砍 这枪骑兵似乎再次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但好在美军为其做了两手准备 枪骑兵可以发射AGM-183空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 DARPA还研发了 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概念项目 它这设计理念 与183A导弹有所不同 采用了超燃冲压发动机 作为主动力装置 不仅体积更小 射程也更圆 机动性更好 国防部认为B-1B和B-52轰炸机 未来可能使用外挂点和基附弹舱 混合搭载多种高超音速导弹 因此再接下来 美国空军可能会大力支持HACM项目 因此AGM-183A的小小实力 并不影响枪骑兵继续升级 美军除了为其激活挂载点之外 还为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升级 这升级计划被美军称为 BEAST即拥抱敏捷调度团队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升级关键的航空电子设备和电子系统 保持轰炸机的可用性 并将轰炸机的使用寿命延长至2040年代 此次升级旨在升级轰炸机的敌我识别系统 提供Link-16战术数据通信能力 升级安全通信系统 并且该计划还更新了飞机的防御性航空电子系统 并更新了大容量数据存储 以适用现代战场的数字化环境 去年10月份 驻防德州大耶斯空军基地的第七轰炸联队 就接收了首架改装升级完成的B-1B 第七作战大队队长艾尔福德上校表示 Beast的改装减轻机组人员的工作负担 让其更能专注在飞行任务与武器系统操作上 也有效提升B-1B轰炸机的杀伤力 现如今完成改装的B-1B轰炸机 已经进行了是非验证 接下来全连队都会依维修计划 利用定期场修时间进行升级 让该连队具备更加先进的打击战力 除此之外 B-1B战略轰炸机的机身 也正在波音公司 位于华盛顿州的工厂 进行全面的结构疲劳测试 以确定潜在风险区域 在未来不久 我们就能看到一支 焕然一新的B-1B机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订阅HONTO武器局 了解更多更新的武器知识 咱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